我是在表面上就是外表上就是在對的場合穿對的衣服 在內在的部分就是培養自己的專業技能 我也是指示書表 其實要穿你說合宜的衣服 就是在對的場合穿對的衣服 對的場合穿對的衣服 其實在台灣這個不難對不對 因為台灣沒有什麼特別的限制 有啦很多公司是這樣的 他是遵循一個以前日本的那種保守的 還不能露腳趾對不對 有這種規定 那那個是他公司承襲那樣的文化 那我們公司就是一個美式的公司 所以你穿怎麼樣都是合宜啊 對不對 穿假腳拓是合一 是不是 你不是每天都穿假腳拓 哈哈哈哈 對吧 我自己也是這樣子啊 但是比較重要的時候還是要 稍微尊重一下就這樣 好 因為你今天 譬如說你今天穿著在有些公司 他就認為是不行 他會認為太隨心 他就要那種套裝 對啊 所以我們公司這個你們應該蠻愛的 我們公司沒有穿 是不是 沒有穿桌上的規定 是不是真的不錯 好再來 我的部分就是 我覺得第一印象很重要 那就是也是 在什麼場合穿什麼樣的服裝 對 因為他可以決定說你這件事的一個 成功 你是現在改變想法 因為你以前剛進來的時候應徵 我進來好像沒什麼印象 你有特別裝嗎 就是 沒有很真實但是就是 有稍微注意 有稍微注意一下 對啊 我都不覺得你穿那個時候穿很真實 你那時候比較像大學生的感覺 現在是應該有比較有改善對不對 有沒有 就是看常常穿 而且也比較有意識有比較提升對不對 對啊 因為我記得你剛進來應徵的時候 我會覺得好像就是 看應徵的職位吧 喔 喔 okok好 那我明白 再來 然後再來就是內在的 自我的氣質跟涵 涵 那你可能就是 你可能做事情呈現出來的自信跟熱情 嗯 對 那也是就是 成就事情的成敗的關鍵 然後再來就是 要真誠 對 就是你對 對人對事都要夠真誠 嗯 對 就這個部分 我想你說那個 涵養的部分跟 跟真誠的部分 跟內涵的部分 跟 就是性格的部分 這個部分呢 就是比較 長遠 每個人都要改進 可是 其實有一些在性格上 的不同是 也有天生的基因 有一點影響 但是後再其實 就是後天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 後天的培養 也就是說在知識的增加 跟智慧的增加 這個是 後天可以改 改變 不是有一個沒手沒腳的 還會游泳 有沒有 有這麼個人嗎 有 有出書 有出書 然後還有演講 對啊 那也是後天的啊 然後還有是 沒有那個手 他用腳趾寫書法 彈鋼琴 你看多厲害 就我們 就是說 視角健全的人 可以做的 應該是更多的 對 就是 上天給你好手好腳 我們應該可以 做更多 而且有更大的潛力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 你第二個問題 問之前 我先 稍微講一下 你剛剛說的那個 困惑跟選擇的部分 就是年輕人會碰到 選擇啊 什麼理性現實嗎 我個人是覺得這樣 就是說 其實 在求學的過程中 有很多人有改系 就是 轉系 轉系 對對對 轉系 然後其實有很多人在 工作上面 他念的東西出來 他並不是做這 對不對 那譬如說 您這裡就是說 你念的是 大船 就是出來的時候 是做視覺傳達的工作 而且搞到最後 又是在搞類似大船的東西 你不覺得很有趣嗎 就是說我覺得 我覺得人生無色限 我覺得這是比較好 尤其是二三十歲的人 他 有可能一直在改變 然後你會發現 你有可能三十歲 四十歲的時候 你搞到半天 最後怎麼會 是五國接國際 幼兒園的院長 都有可能 譬如說 你是開 你本來是學幼兒的 你可能到 走到政務公司 五年十年 五國接國際 幼兒園的院長 你可以當 或是說 你本來是學 觀光館 五國接國際那個 Hotel 你也會 但難講啊 因為像 像我個人的話 過去學的東西 就很多很多很多 到最後什麼事 通通都運用上 所以 你根本都不知道 你是隨時在轉 隨時在學 我覺得其實 隨性 還蠻好的 你們各位記得這一點 就不斷的探索 因為年輕是你們的本錢 那麼年紀大了 轉業成功的也太多了 所以就 大家都潛力無限 因為你說理性與現實的話 現在要圖溫飽在台灣這個社會 雖然有很多人他工作各方面經濟的問題 但是其實只要努力 我覺得應該都可以有一席之地 好 那你的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就對我們自己個人而言 什麼因素可以 你覺得是 能夠讓你成功的 那我的部分的話就是 我之前也有分享過就是 我如果想要成功的話 我就會先去幻想未來的美好 那是一個非常有動力的一件事情 就是為了以後的美好 我現在需要這麼樣的努力 我才可以達到未來的美好 這個以前我有跟你提過 有一個心理學家說 人是活在未來的 有一個學派 也就是說 他說 你比如說你夢想成為一個什麼什麼什麼 事實上你 你是 你現在 你現在的狀態 事實上是在往那個地方走 所以我很相信就是說 你今天想要考一百分的時候 你會考到八十分 但是你今天如果說 你只要幾個就好 通常都是不幾個 或是真的幾個了 你很高興 那你的成就 就一直都是這樣子而已 因為很難定義什麼叫做成功 所以你這種想法 我是覺得蠻贊成的 但是可能 你有這種想法的時候 你就要挑釋自己 現在還不是在哪裡 然後要做到知足這樣 可能會好一點 好 那我們就換下一位